本章节会介绍页面的编辑方式以及网站地图 透过左侧的页面窗格 我们可以在页面上点击两下开启 在右侧的检视窗格样式中 可以改变页面的颜色 我们可以新增页面 再透过拖拉的方式来改变页面的层级 也可以新增一个资料夹来管理页面 在页面上按右键 可以新增、移动、删除、重新命名、复制 编辑完我们的页面以后 我们可以新增一个网站地图 开启网站地图的页面 在首页上面按右键 可以非常快速地生成一个网站地图 我们也可以透过拖拉的方式来自行编辑 可以在左上角找到我们的关联线 在网站地图上按右键 可以改变我们的图示 编辑完所有的页面以后 可以直接在页面上关闭 也可以透过右上角的按钮 来一次性关闭所有的页面 如果在软体操作上还有任何疑问 欢迎至优势收看更多教学